名门天后,我是我们建金,大家好,我是天后 仙人武帅是越来越难打了啊 前面的层数还好,但是你到了后面呢,你会发觉正常的神通排序 他根本就挡不住对方一两下 那硬着来不行,就要想办法自取了 打仙人武帅的技巧呢,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,是戴上琵琶 可以不追求等级,可以不追求品质,也可以不追求他的词条 因为要的呢,只是他的效果啊,对主目标射程提升60% 由于仙人武帅不能进行手动六怪 所以你只能够提高自己的攻击距离来进行一个游走 而事实上呢,只要你把控好距离是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一旦被抓到啊,也是一招被秒 同时也要注意琵琶的释放,它与护盾相排斥 也就是说放了护盾就不能放琵琶,放了琵琶就不能放护盾 所以你要取消护盾优先,将琵琶放在第一位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,就是将小世界放在第一位 这个也很好理解啊,因为小世界的天道里面呢 有很多关于投影的加成 投影的时间,伤害以及血条呢,都大幅的增加了 将它放在第一位也是提高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以及生存空间 当然也有玉龙水放第一位,小世界放第二位的选择 但这个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如果说你挡不过第一轮的一个爆发输出 那就还是老老实实的将投影放在第一位 最后一种方法呢,就是侧方位的行走了 所有的怪都是高攻敌防 只要能够保证灵琶不死 那么仅仅是靠你的本命、领域以及灵琶的伤害呢 也足够在关卡所剩的时间里面将怪清掉 你只需要开三倍速不断的跑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遇到多个怪在一起的话,你可能跑不掉 因为它们可以失误无数次,但你只能失误一次 二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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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次